清朝有一位叫于宏图的官员,生前没啥名气,因为泄密考题,犯了死罪,被判处妖斩,成了人尽皆知的悲剧人物,雍正皇帝得知其死后的惨状,大发慈悲之心,下诏永久废除妖斩酷刑,于宏图自01浙江海盐人,康熙51年,公元1712年,考中进士, 雍正十年,1732年,入选数集市,试读,后升任河南学政,负责河南全省的教育,文化,学术等事务,雍正十一年,于宏图主管河南教育的第二年,河南巡抚王世俊上书朝廷,弹劾于宏图,纳会营司,雍正帝派护部侍郎陈树轩, 贵同和东总督一起调查审理,经调查,于宏图任主考官的时候,其小妾将考题泄漏,查明属实,清史稿,记载,雍正十二年,1734年,3月12日,于宏图被判处斩立权,有言史记载,于宏图在科考之前,曾告诫仆人在寺院外值班, 严防考题泄密,夫人小四想收取考生的巨额贿赂,就和于宏图的夫人及小妾串通,帮助考生作弊,于宏图的小妾把考题箱,关的材料贴在了她的官服里面,于宏图穿着官服走出来,脱下一服时,夫人小四趁机撕下来,悄悄传给考生, 院外的仆人用同样的方法传递考题内容,这几个包括于夫人在内的身边人,共收受贿赂白银一万余两,而自始至终,于宏图本人一直不知情,而外界已是满城风雨,于宏图遭谈和被审的时候,他拒不承认,但是他的仆人和小妾都如实招供了,雍正帝得知详情, 若然大怒,则令办案人员严惩不待,陈述宣向刑部上报处斩于宏图的意见,刑部同意后,将案件呈报雍正帝,雍正帝批准腰斩,于宏图的亲家邹世衡接替于宏图的官职,同时他还是于宏图考场舞弊案的监展官, 邹世衡不敢把处以腰斩的事告诉于宏图,让亲家遭了大难,腰斩酷刑需要贿赂筷子手,手下留情,于宏图被押赴刑场才得知是腰斩,结果来不及准备了,筷子手没得到钱财,结果手下不留情,令其慢慢死去, 据说于宏图被执行腰斩之后,他的上身在地上不停地扭动,一个多小时才慢慢死去,临死前痛苦万壮,惨不忍睹,于宏图占着自己的血,在地上连写了七个大字,惨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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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都是横向雍正帝汇报了,于宏图被执行腰斩酷刑后的惨状,雍正帝大为惊骇, 当即下诏,从此废除始于春秋时期,历经两千余年的腰斩之行。